给我老公打电话 我说是赶紧回家家里出事了 哎呀 屁事 你妈给我举着脚光 东西都特别学历 我觉得我丈夫还蛮能活的 但是他妈又其实是抢救呀 我个人感觉他是中毒的那种感觉 一般情况下是成年人是死不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就在前不久啊 石大爷家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石大爷今年刚刚26岁的儿子小石 在游泳的时候发生意外去世了 小石意外身亡 一家人沉浸在了悲痛当中 可是当他们看到网上 竟然有小石发生意外的监控视频之后 哎 这心里可是咯噔一下 似乎这个视频当中的画面 和他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意外 哎 有点不太一样 小石是去年12月8号结婚的 今年6月份 小石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女儿 可以说这个小家庭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2021年8月16日下午 小石接了一个电话后就出去了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走竟是天人鸣 听到儿子出意外了 石大爷的老伴什么也没顾得上 就赶紧抛出了家门 推脚不变的石大爷 则是让儿媳妇拿着钱跟着一起去 在去找儿子的路上 石大爷的老伴哭着打通了 在外地的女儿的电话 快点过了 家里出事了 我说咋了 他也一直哭 就是不说 我说到底咋了 你跟我说我才能知道了 他说让我弟弟走了 弟弟走了 这个消息让小石的姐姐不敢相信 立刻给丈夫打了电话 一起往老家赶 等赶到县医院 见到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小石 小石的姐姐几近崩溃 当时我想了一万种可能的 都没想到 都没想到是真的走了 我当时我妈已经摊那 我爸也在那摊那都不行 我回头看你 所有的情形都在那 就是特别无事的那种 但是只有我 我必须了解情况 2021年8月16号的中午 小石被朋友叫走之后 还没一个钟头呢 小石的家人就接到了噩耗 说小石发生意外了 吐血了 等石家人赶到县医院的时候 小石经过抢救之后 确认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石大爷的女儿知道 父母身体不好 弟媳妇从来也没工作过 而且还得照顾两个月大的孩子 所以处理弟弟事情的这个担子 就落在他身上 石大爷的女儿一边强忍着悲伤 一边呢 开始想将小石送到医院的杨阳等人了解情况 我问他 我说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又出这种事 然后他 他们两个说是游泳 就是在水里玩得好 他们也不知道 发生这样的事 小石的两个朋友也是慌了神 怎么也没想到 只是游泳却发生了这样的事 听到小石抢救无效的消息 更是哭了出来 少少平复了下心情 开始给石大爷的女儿 讲起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杨阳回忆 当时三个人都在泳池当中 可游了一会儿就感觉不对劲了 游着游着 我找不到他 然后就在那游泳池里面找他 后来水面上没看到 然后看到他在水底沉的了 杨阳说 当时他和另一个朋友 赶紧将沉在水底的小石 拖出了水面 然后往泳池边上转 同时呼喊了游泳馆的工作人员 他说做那个心肺复苏的时候 没吐水 玩水的时候说翻过来 翻过来 然后吐一下水 然后翻过来拍了两下背 没吐出来水 然后吐的是血 杨阳回忆 在游泳馆老板对小石进行心肺复苏的时候 就拨打了1200 急救电话 当师大爷的女儿问其弟弟是怎么沉到水底的时候 杨阳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当时你们是在什么区域 我们快到深水区了 快到深水区 意思吧 这边深水区 这边 在这边这边 我俩在这边 我俩不是不会耍水 然后不敢去深水区 只怕他会耍水 他就敢去深水区 听到杨阳这样的说法 小石的姐姐心里有了怀疑 因为她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的弟弟游泳游得好这件事 你弟游泳是不是游得挺好的 没有跟我说起步 我就不知道 没有跟我说起步 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 因为她如果是 她平时有啥的话 跟我也说了 然后平时也偶尔聊一下了什么 反正是 她觉得 她有些喜欢的啥的 有时候还跟我炫耀啥的 但是这些就没有我听说过 石大爷的女儿觉得 当时是弟弟的朋友杨阳把人叫走的 现在说弟弟小石游泳技术好 可能是在逃避责任 因为她从来就没听说过 弟弟会游泳 更别说游得好了 难道弟弟发生意外 和把他叫走的这两个朋友 有关系吗 为了验证杨阳的说法 石大爷的女儿 找到了和小石一起长大的朋友们 那么他们会给出 怎样的答案呢 水性看他的话不太好 他们和他坐的上也蛮怪的 我俩在这边 我俩不是不会耍水 反正不敢去生意的区 石大爷的女儿觉得 弟弟可能根本就不会游泳 杨阳和另外一个人 把弟弟叫到游泳馆 出了意外就应该负责 于是石大爷的女儿 找到了弟弟的朋友询问情况 去年的时候 每天跑个两三公里 每天早上 身体状态也特别好 他长得也比我壮实 一米八几的大哥 水性我们基本上 也没有玩过多少 但是我看他的话不太好 不太好 不怎么会玩 就是涂两款下场 会有还是不会 也不会我感觉也挺好 反正能在水里边滑了两下 滑了两下 在边上坐着 耍耍水 潜水去就知道 听到弟弟这几个朋友的说法 石大爷的女儿觉得 小时即便会游泳 那技术肯定不太好 杨阳和另外一个人 既然叫走小时 就应该照顾好她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这个时候 石大爷的女儿 在朋友圈有了新发现 后来是我在人家那个 朋友圈倒就传遍了 那个那个 那个溺水的那个视频 然后我看了一下是 看了一下是 他们他们三个就在就在一起玩 石大爷的女儿看到的视频是用手机翻拍的 时长是两分四十八秒 画面中 这个正在杨涌的男子就是小时 由于视频画面比较模糊 我们只能看到大概的轮廓 正在杨涌的小时突然站了起来 用手抹了一把脸 向前走了几步之后 身体向右侧倾斜 倒在了水中 可以看到小时尽力地想要将头伸出水面 随后 头部越过水面 向后倒了下去 挣扎了几下之后 就沉在了水底 由于画面比较模糊 小时在水下的动作 看不清楚 小时落水两分钟后 沉到了水底 并且位置也在变化 这个时候 终于有人发现了小时 也就是小时的两个朋友 两人潜入水底 将小时拖了上来 画面中可以看到 小时的脖子已经用不上力 最后 两人将小时拖向水之边 视频至此结束 至于之后发生的事 我们就无法看到了 我们将视频到回忆分多钟之前 画面中 距离小时最近的这两个人 其实就是小时的两个朋友 他们都在一个区域内 根据他们站立时的水面的位置 可以确认 小时发生意外的地方 水并不深 看到视频之后 小时的家人更加认为 小时发生意外 和小时一块游泳的这两个人 确定脱不了干系 你觉得他们叫出去 就应该安安全地把他送回 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我一直在问他们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们就是说 我们离得远 啥了 我们也不知道 一直就是这 看完视频之后 石大爷的女儿觉得 小时的两个朋友都没说实话 可能就是在躲避什么 他认为 如果不是弟弟被他们叫出去 那么意外也就不会发生了 而且即便是出去了 你们三个人在一块 那就应该相互照应 保障每个人的安全 那么这样的说法 对吗 关于这个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严永平律师 请严律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你好 主持人 我认为是这样的 那么小时他们三个人一起结伴 去锻炼身体 这个在民法上我们讲 一般这叫结伴游玩 那么结伴锻炼 确实有一个共同参与体育活动 这么一个情形 但是他们三个人都是成年人 年龄相仿 都是朋友 彼此之间互相不存在 谁领导谁 谁组织谁 谁呢更比别人更弱一些 也就是说在这个同游 伴游的过程中 那么如果有这种弱者 或者是老者 或者是有特殊需要的人 那么其他人可能会照顾呀 看顾呀 管理的这种责任更明显一些 但是三个力量 年龄 智力都相同的 或者相近似的人之间 我认为彼此之间不存在 谁更应该关心谁 谁更应该照顾谁 这么样一个责任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那么从侵权责任这个角度讲 我个人认为 这个并不明显 我们不能得出 他就需要被别人更加照顾 这么一个结论 还有石大爷一家认为 当时小时发生意外的时候 小时的两个朋友 其实离得并不远 没能及时发现 小时的意外情况 也是存在过错的 而且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家属 导致家属 没能及时参与到抢救的过程当中 延误了抢救时机 同时对他们现场进行抢救的行为 是否专业也存在怀疑 说可能是让小时受到了二次伤害 才导致最终这么个结果的 小时的家人觉得 小时的这两个朋友 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么从这个案例本身来说 那么小时当时 是否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处于一个溺水的状态 那么他溺水的时候 他的朋友是否会必须 那么及时的发现这种情况 并及时的救助 当然我们要从一个 普通的这个注意义务来 来角度讲要求他们 假如他们第一时间发现 那么在发现之后 就马上进行捞起来 那么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 并且第一时间施救 当然这个施救的话 是普通人的施救 他们不是专业人员 他们不可能采取非常规范 非常能够周到的一个 这种措施 只要是他们出于这个 抢救的这种出发点 那么采取了这种 一般的这种 这个普通的措施 我个人认为 这就叫注意 这就叫已经进到了 自己的这个职责 在这个过程中 看不出来 他们有更多的过错 另外一点 我们还要强调的是 小时他们三个人 一同游泳的是一个 专业的游泳场所 也就是说 顾客来这边消费 游泳 本身游泳场所作为特殊的 这种锻炼场所 那么他就应该配备 必要的 这种救助的人员和设施 也就是说 他们把这个相对的 某些安全保护责任 已经交由这个游泳场馆 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 专业设备来保护了 也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 这种保护的责任 显得要轻一些 就目前证据来看 小时的两个朋友并不存在明显的过错 即便需要承担责任 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刚才严律师也提醒了石大爷的女儿 小时发生意外 主要责任还是小时几个人去的这家游泳馆 那么这家游泳馆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咱们呀接着往下看 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是完全能 好几次机会他就能救回来 第一个就是他在里面 就是淹了两分多钟 我们两分钟 其实这段时间挣扎了 也有我看视频 挣扎了有半分钟 你就旁边有 一旦 但凡有个人看着 肯定一下捞起来绝对没事 肯定出不了这种事 石大爷的女儿认为 游泳毕竟是存在一定危险性的运动 游泳馆应该按照相关规定 配备安全员保障顾客的安全 然而事发当天 安全员一直没有出现 最后还是游泳馆的老板进行的急救 随即 石大爷的女儿前往游泳馆了解 意外发生时的情况 不符合你开放的条件 因为它是没有那个高危症嘛 我们就让它开嘛 需要多钱 他说说那个130万 我说是你说的这个价 我就没办法跟你再谈了 我个人认为它不是溺水师 石大爷的儿子发生意外的游泳馆 就在旁边的村子 离得并不远 当我们来到这里时 游泳馆的大门紧闭 没多久 游泳馆的老板过来了 你总从16号那天 就门就一直关着了 那天那天完了 人家那个刑警就来了之后 人家说是咱们已经出事了 把这个全部不用动 我说行了 那咱们这事情处理完之后 咱再弄 游泳馆老板称 意外发生后 这里就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没有动过 他回忆 当时小石的两个朋友先来的 大概两点半左右 小石付款后 开始和朋友一起游泳 我看他们会游 所以我就不怎么 多操心地看了 我就是 这意思 因为当天嘛 他们是 既是他们三个先来的 后来我看他们会游 我就清理垃圾 我就完了 就到那头就把那个机器 直接就拽着放到那个岸上 游泳馆老板说 当天来游泳的也就十几个人 小石三个人是来得最早的 意外发生的时候 他正在不远处 清理泳池里漂的杂物 他朋友坐到这儿 我爸说实话 我是当时在那蹲着来 蹲着去捞东西 完了 他那个朋友他就 哎 过来一下 就喊你过来 对 喊我过来一下 扶上来之后 他的这个身体 特征的话就是黑色的 就像黑色的 对 发黑 黑纸的那种感觉 缺氧 是缺氧吗 嗯 那就不是缺氧的那种 你知道吧 那你的意思是 我个人感觉 它是中毒的那种感觉 中毒了 对对 我就第一感觉 我个人认为 以为它是溺水了 我肯定做这个心肺复苏的 对吧 我按这个心肺复苏的时候 他个嘴跟那个鼻子那头 就不出水 它是有那个血 就是让我们写 有那种血沫着 游泳馆老板描述的内容 和小时的朋友所说的 基本是相同的 而且游泳馆老板的叔叔也表示 小时的姐姐看到的这个视频 其实是她用手机拍摄之后 才发出来 因为他们都觉得 视频当中 小时当时的这个状态 不太正常 要是看他死者当时的那种情况 我个人认为 他不是溺水死亡 因为你第一时间 你没有呼救 因为你已经站好了 站好之后你摸立八点 你感觉可以 比如说你身体感觉不热了 你摸了一把脸之后 你为什么不呼救 对不对 第二点 你朋友就在旁边 你说你连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 你直接就是这么倒 来了我这儿半个小时 你游了二十多分钟 就死了 是不是溺水呢 我也搞不清楚 可以说 我说实话呢 我要求让人家公家是坚定这个 他到底有什么病 游泳馆的人认为 小时是突发疾病导致的死亡 溺水并不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 至于游泳馆中应该配备的安全源 老板表示 当时意外发生的时候 游泳馆内并没有安全源 咱肯定没症是没症 但是咱们基本那种都会了 是不是 你是不是这个专职这个安全源 不是 就是那个高危症 他过来检测完之后 出了那个检测报告 才能去那个 办到那个地方拿那个高危症 现在有没有这个东西 现在没有嘛 还没有 还没有 正在办 按照相关规定 游泳馆必须符合相关条件 并且办理高危性体育项目许可证后 才能营业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十大爷的女儿 到当地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了解情况 不符合你开放的条件 因为它是没有那个高危症嘛 我们就让它开嘛 经过查询 游泳馆不具备营业的条件 我们当时我们家的时候 因为这是错不了的了解 也还请我 我家一不从 我家上甥林公开在骨骑了 骨骑了 就是一天开 刷死他就过 他从外刷死之后 那套脑是怎么我们俩开 确认了游泳馆违规营业 十大爷的女儿觉得 弟弟发生意外 游泳馆要负全部责任 于是准备了解了相关规定后 和游泳馆老板进行协商 结果第一次去 两方人就不欢而散 他说说你们能出到多钱吧 我说你说吧 因为你们来了 自然你们来了 你们也吃胸好了 他说是需要多钱 他说说那个130万 我说是你说的这个价位 我就没办法跟你再谈了 他们说的这个130万 是有哪些这个费用 我不知道 他就是我当时他要的 也没有具体谈了 没有 游泳馆的老板认为 十大爷家提出的赔偿金额 不合理 拒绝了继续协商 可是十大爷的家人认为 这笔数目完全不过分 这个网上我都查过 查过 因为我那个 然后我就是写了一些 自己就是大概算了一下 就是那个 分的那个死亡赔偿金 三藏费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小孩的 因为小孩才两个月大 真的是没有办法 十大爷的女儿查询了相关规定 她觉得可以获得的赔偿金额有 包括死亡赔偿金70万元左右 桑桑费38000余元 两个月大孩子的抚养费18万元左右 以及十大爷老两口的赡养费等 公寄130万元 游泳馆方面 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我们继续连线严永平律师 请严律师来解答 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么小时作为一个成年人 尤其是年富力强这么一个年轻人 那么他去世之后 那么在我们国家目前的这种 亲钱赔偿 就是人生所爱赔偿这个过程中 这样的人上有老下有小 那么他的赔偿数额肯定是最大的 只不过是我们要区分相应的责任 区分责任的前提 是需要恐怕需要对小时的尸体进行尸检 那么就是说我们要排除 或者是尽量划分小时 那么在这次不幸的逆亡事件中 本身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然我认为牛肉管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 但是小时在这个逆亡过程中 他自身的疾病或者是突发的其他原因 是否在这个死亡的结果上有一定的参与度 他的参与的程度是多少 我们需要一个科学的有依据的分析 当然这一切的结果 一切的基础都需要实体检验的鉴定 好的 谢谢严律师 结伴游泳 发生这样的意外 那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 不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 都应该提高安全意识 在有一定危险性的场所 地方游玩的时候 千万不要麻痹大力 即便不是在野外 也得问清楚 相关场所是否是合法营业 安全设施设备 以及人员是否齐全 而成年人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 也要注意随行的同伴或是未成年人 是否处在有安全隐患的境地